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Software Servant的节目 今集就到 Camelot War 的第五集 相似来说真的是最后一集 因为只剩下一小部分 但这部分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今集就用几个不同的例子和大家示范一下 首先打开我之前的照片 在之前的四集也教过大家的基本操作 和右边这部分的工具 上一集也和大家研究过上面这部分的工具 基本上也讲了一半 今集就讲了后面的部分 上一集讲到这个叫污点移锤 旁边有红眼 我相信红眼的问题就不大了 现在我们的数码相机很多时候都能够有防红眼功能 所以红眼是非常容易做的 所以这部分我就不再讲了 我从右边这里讲出来了 右边看到这两个旋转的箭嘴 其实只是将Bosser由橫转不同方向 假设我想顺时深方向将Bosser扭转 按一下Bosser就扭转了 相反用到这边 这样就可以回复正常了 这两个很简单 接下来就是这个 这是一些选项 我建议大家也不需要设定 用到原先就可以了 去到右边一点 这个图片 其实将这个镜头变成全屏幕 放大了画面变成全屏幕 我们也好看点 我们还原来可以这样 还原来正常的 这次我们用全屏幕去做 我们将Bosser放大一点 接下来就是这三个 这三个都挺重要的 我还没讲圆形这个 我写中间这个 这个叫佔层类镜 其实佔层类镜 大家应该不难明白 好似我们想将颜色 改变 或者是光暗改变 我只能改变一部分 可以做一个渐层 例如想改变上边的部分 这部分就会变成不同的效果 我先按这个 按完这个渐层类镜 你会看到右边有些改变 我试试想改变光暗 现在我想把上面的天空 比较暗一点 我会把上面的阻力 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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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 一个这样的形态 拉下来 放手 现在看见变化不大 如果我将曝光度 做多一点 你会看到效果不同 明显看到现在我将曝光度 拉到负量级 你会看到天空暗了 暗的阻力较大一点 我会把这个地方拉下来 看见上面的部分 暗多一点 看看我们需要的雷镜有多大 我去这个位置 做一个垂直 或者是打横都可以 或者可以把它打横都可以 我们清除了这个 在这里拉过来 这一边 左边比较暗一点 右边保持正常 如果你说 我不是 我刚刚相反 所以从这边开始 我又画错了 很简单 把绿色移到这边 反转了去 把红色拉到这边 就很容易 把它反转 如果我们需要 做一个漸层 就可以透过这个漸层雷镜 那漸层雷镜 用在哪一类多呢 很多时候 用一些夜景 很多时候 我们用一些日落 我们想 上半部 下半部 有不同的曝光度 我们可以用到这个功能 有点像 我们用黑卡的功能 如果想把中间的地方 收窄一点 我们把两个 移近一点 看到中间的漸层 就比较收窄了 看看我们需要的是哪一类 这个是漸层雷镜 用法 我先清除 接着看看 旁边的一个 这个是放射雷镜 这个是一个圆形放射的 我不用这张照片 我用另一张照片 我试试用这张照片 我试试用这张照片 其实这张照片 是我早前在维园花展拍的 因为我拍的时候 用镜头的光圈不太大 我将这张照片 基本上的光圈是6.3 在右边 你会看到 当时用的是800 如果想把ISO再推高 就可能 耳朵会重 而且我这部相机 是一部APXC的相机 所以ISO我不可以用得太高 翻门方面 因为我没有脚架 所以我用到15分之一 已经很厉害了 6.3光圈 基本上拍出来都是暗的 我想做一个效果 令到花更干 而后面的树药 没有变到 那我怎么做 可以用这个是放射雷镜 我先选择放射雷镜 选择完之后 今次我将曝光度推高 留意一下 因为我之前做过这些 看到那部份 现在是负2级的 那我再推高 推高1级 接着其他部分 我们将其保时法是0 留意一下 因为我之前做过 就可能 数字有些改变 所以全部保时法是0 只是保时法提高了1级 另外留意一下下面 就是乳化问题 乳化有多少 我们都要计算 通常我们都是50以下 就差不多了 接着我尝试一下 画一个圈 画完之后 反而那些地方 就暗了 之后我再移上去 甚至就像一朵花 再移高一点 做一个椭圆形 但你发觉 刚刚相反 原来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的外部和内部 如果我把它注入内部 内部受影响 内部受影响 外部不变 你看到 现在的花是光了 或者我可以再拉弦一点 如果花不够光的话 我可以再拉弦一点 因为我们选了 才可以调教曝光度 做容易看一点 拉弦它 完成之后 可以按一下手 然后就不见到 颜圈那条线 很明显 整幅照片 曝光度 漂亮很多 而旁边的树叶 光线就没有变 这个好处就是 可以突显 或者花一个出来 甚至想把树叶 的位置做暗一点 也可以 我只要加多一个镜 我再找到这里 今次我就减了 我试试减大约一级左右 今次我选了的范围 我要在外面的范围 现在我就在外部 同样 这边画一个圈 原来我弄错了 这边应该是-1 看见外部暗了 我先移到中间 再移过来 推上去 你看到现在的范围 光度也没有变 而外面的树叶 就比原先更加暗了 现在我做了两件事 我用了两个类镜 第一个类镜 令到花中间的范围 比较干 第二个类镜 刚刚相反 令到花外面的树叶 暗一点 所以我做了两个类镜 的效果 这就是我们用放射类镜 的方法 我们关掉这两个类镜 之后 到最后一个 这个是我们随意去画的 在这边画完 我先清除的类镜 很简单 按一下类镜 看到有两个圆点 按这一个 看到有一个测试片 也看到的 现在我们控制着哪一部分 接着我们在这边 有一个叫清除全部 按一下 两个类镜都不见了 这边也变现了 这花跟刚才那样暗的 好了 今次我用这个 这支画笔 按下去 做法很类似 你的损害也是一样 究竟我们要 将它的色温改变就可以了 将它的光暗那边就可以了 或者甚至对比 很多东西都可以损了 改变 好 接着我首先做的 同样 我将这些花更干 我将曝光 作为两级 留意在下面 下面的部分 下面有几个数值 这个控制就是我的画笔大小 因为我摄图软件 录影的时候 是拍不到我的画笔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回我的读数差不多了 那我们可以选择 第一个就是它的大小 通常我们不需要太大的 假设我现在用27 就等于这个花笔的范围的大小 乳化 通常我们一般都是50 至于流量和浓度 见到大家在初学的时候 就不要搞它了 也记住了数值 流量是50 浓度是100 如果我们有时候搞乱了 不要紧要 我们去注入50 买100 我们会比较理想 那当你使用了一段时间 我们都熟了 你可以尝试一下 将这里的改变 看看效果有什么不同 至于这个自动使用这色片 我们就删掉 用了用的时候 就打开 如果我们不用 就删掉 我建议大家 不要用这个 所以我们控制 就是控制它的大小 和乳化 现在大小我27 我又乳化了50 好了 在这里我可以在这里 游一下 游一下 你会看到 花已经干了 因为我暴光度也提高了 在这里转圈 看到就干了 整根花是漂亮很多 甚至除了让它更干 之外 我们可以将它的 把和度也提高一点 如果它太多 是很夸张的 我们不需要太多 少少 让它颜色比较鲜 更嫌严 同样的做法 那就做了内部 我们可以去看看 选择範围 我们按摩的摩的摩 按摩的摩的摩 这个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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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假设我现在选择的是大了 好像鱼圈阔了 可以收到小一点吗? 当然了 我们可以重新画过的 甚至我们打开遮瑕片来画也可以 我先删除它 先清除 然后我们开了遮瑕片 看到我们画的范围 看到我们就画了范围 看到了 我不用画那么大 可以看到了 然后我删除它 也是同样 看到这花就干了 但有时候我们可能画多了 比如我现在不想试试 我画多一些 这里多了 怎么办 我们按回遮瑕片 看到这里多了 所以我们用一个相反动作 看到有一个 拆除 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 同样我们保持我们的选项 流量 保持中间50 大小也任我们去决定 现在是21 刚才是一样 27 在这里游游 看到 抹回我多余的地方 抹回去 做完之后 我删除这张遮瑕片 看看真正的效果 做完一个之后 刚才我 让我的树变暗一点 那我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 在这里选 我们删除的 如果我继续 画多一点 范围大一点 我用回增加 但这次我没了 我想新增多一个 刚才我用放射的时候 都可以做两个 这次我新增多一个 同样我们选择这些画笔 这次 保和度 去0 这次 曝光度不是加的 是减 8-1 之后就可以在外面画了 在这里游一下 游一下 游一下 你看到树变暗了 你发现好像 花瓣都暗了 不要紧 我去删除它 打开它 我最好 打开遮瑕片 看到其实我们游 因为白色瓣是多了 我在这里 我把它抹回它 抹回它 抹回它 看到那张花是多一点的 白色瓣的范围 现在白色瓣的范围 只是覆蓋树叶 只是树叶的范围才会暗 所以接着我删除它 看到 幅相的变化 里面的花 光了 比原相 光了两级 而树叶的范围 将暗了一级 曝光了 基本上我完成这个示范 我试试多个示范 看看效果如何 然后是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也是 同一时间我们在花纸里面拍出来的 我看到 额色瓣不是那么漂亮 还有 后面有个人在这里 我拍出来效果不太好 我上了 把那些花 明显一些 并且上了 张副术会做一些采访 做法一样 我现在用画笔 这次因为有花纸比较小 所以我这个大小 比较小 我用20 看效果价差不多 第一个做的 我要将它增加一级 在这里 点点 看到是光了 下面这个也是 点点 这些地方我点点 比较光了 但光了之后 颜色好像不太漂亮 所以接着我将它的飽和度 推高 看到呢 推高之后 它的花是鲜艳了的 对比度也是 推高一点 它的花 当然漂亮了很多 接着我也是想把背景做暗一点 让我们容易看一点 如果想把花特出一点 做背景暗一点 所以我这次 新增 相反 我飽和度 暗之余 想它会比较淡一点 这些 大约是负十五十六度 接着这些不是加 是减一级 对比用0 记得我们先改正 说完之后 如果发觉做出来 不够理想 再将它做微甜 接着我这次就要游了 游到它就暗了 不要游到它 背景就暗了 如果有这些位置 我们想在这里游 这些笔大了 我可以 将它删小一点 我用10 这里可以游入少少 这些地方可以做少少 你看到这些花 明显突出了 最后 我将它做个采放 选择2比3 在这里就拉出来 移到位置 可以做少少的 那我呢 做完之后 按回手 我看到这双花 就放大了 而且现在这双花 就明显了 做完之后发觉 我还差少少 可不可以做些修改的 可以的 我们用这个 这笔 因为刚才 我裁了那时候 点转了旁边 那支笔 就不见了 其实我们能找到的 在外面 但是因为我需要做暗的 所以就不要紧了 我现在 把这双花 颜色 再鲜艳一点 令到这双花更加突出 我按一下这里 看到它现在选择了这个范围 现在看到有红圈 现在我代表我用了这一类镜 我现在看到 它一读数 就立即会变回 我支持我的 现在的布格图 是增加了一级 我试一下把它 安装一点 再加一点 还有把握度 再推高一点 对比也是 再推高一点 看到这双花更加鲜艳 有时又是我们的器材问题 一支普通的平价镜 就像我这次用了一支 普通的APS-C相机的天涯镜 所以本身的镜头能够还原出来的色质 是比较差的 虽然我们有时器材不足的关系 我们也可以透过Photoshop 将我们的照片 呈现一个比较漂亮的效果 好了 这次就到了最后一集 这次也想再做多一个示范 大家看看 我们又看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如果正常 我们平时的 发觉整个画面被暗的 如果我想将它加光的话 你会出现下面的地方 又要到达光 我们试试看一下 我想加光一点 天的地方 这些好多的地方就会爆光的 出来的效果不是那么漂亮的 所以我适宜用这种类镜去做的 好了 选择这个类镜先 这次我就将它变回零了 这次全部变回零了 我正是影响到曝光度 曝光多少 我最后才确定 画笔我们可以大一点 这次就不需要那么小了 我用25 在这里画 看到 这些地方就变回零了 这些地方就变回零了 实际上 我的光暗就好了很多 除了变回零之外 我想将天空的色调 提高一点 接着我再增加多一个 新增 这次 我将它返回零 因为曝光度 我觉得足够了 现在要变化 变化天空 这次就变回零了 第一件事 我想将色调改变 夸张一点 不要紧要的 待会我们再修改 接着我们在这里游一下 这次一起游到天空 不要游太多 游到天空 看到天空的色调改变了 除了我们将它变成 黄一点之外 我们可以推过这边 推过来 整个天空 比较 有个 紫红色的 摆和度 可以推高一点 看到 色调就不同了 天空的效果 比较黄昏色的效果 但是你看到 两个塔顶 就好像 不是那么好 因为 因为我刚才的数字 都改变了 我们可以将它 游回去 同样我用删除 记住我现在控制着哪个类镜 现在的 是这个 另外第一个就是这个 如果我碰到它 它会 唯一的范围比较多一点 如果我这样碰到它 变成红色的 现在是这个类镜 这个类镜 你看到没有变 色温也没有变 布那里提过了1.2级 如果我继续这个 留意一下旁边的会变化 继续这个 这个类镜 这个类镜 就已经不同了 同样是这个 那我将它删除 删除 删除我们要开 Jesse 看到我们选了范围 我们才可以 能够抹 我不想这个类镜 影响到这个塔 所以 我将画笔 收小一点 这次 用15左右 这次就在这里抹 刚刚 呈现了一个塔 这边也是 这里抹了 这地方我也是抹了 只是我选了一个千空 看到这样 删除了 赤色片 看到 效果也不太好 边缘也不太好 我们可以 再去 增加 将画笔 收小一点 用15 这边 游下去 令到天空 和塔 保持好一点 做这些效果 最重要是我们多点尝试 有不同的效果 有时候我们有不同的做法 至于这些数据 色温 曝光度 对比 打和度 这些 通常 我们都要多点尝试 我们消化做到一个理想效果 今集 到这里 五集加上 差不多有个半小时 希望在这个半小时的教学里面 可以帮大家 真真正正了解到 CAMELA WAR的用法 大家在学习之余 如果在这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信给我的 因为 你们的问题 正正就是我节目里面的内容 好了 今集就到这里了 下次我们在另外一个话题里面 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